首先的话,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事件处理 这个事件处理的话,主要我们要学习几个部分 一个是Java的伪派事件模式 第二个的话,认识并学习使用各种事件处理类别 再来学习各种物件的事件处理 这个部分其实在VB或者VB.NET里面 事件处理就是一个Event,就是事件 在撰写程式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在按钮上面点两下,自动就会让你跳出 它已经帮你一个头一个尾都帮你做好,你只要把程式写在里面就好 但是在Java里面,你并非那么方便 可是实际上道理也是差不多的 你必须触发某一个事件 然后把程式撰写在里面,当然类似的方式 所以这个Java事件是采用所谓的伪派事件模式 再来的话,伪派事件模式是当事件发生的时候 产生物件,这个事件的物件会把一些讯息 就是传递,有点像是传一个参数过去 转给事件倾听者 Lessoner 然后去处理这些方法 所以会有一个 倾听者 一个是执行这个 这个命令 去触发这个事件之后去做什么事情 底下有个流程图,比如说我今天按了一个按钮 接下来这个按钮之后是一个 Event,就是事件的 来源 然后把来源传递给,比如说事件的倾听者 那这个事件倾听者会去做 ABC各种的 这个事件处理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 按按钮之后 还会去触发一个 Event Listener 所以会有 自己要产生一个 Lessoner 去处理 某件事情,就是按个按钮之后会做什么动作 比如说这边我们举一个简单例 第一个范例就是说 设计一个 视窗的frame 然后在里面加了一个button 一个按钮 那当按了button之后的话 让什么呢 原来白色变成黄色 这个 这个简单的范例 那怎么做的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在这个范例里面 当然我们要引用 几个 这个第1个范例是说 我没有用什么呢 没有加上事件 也是可以处理 没有加上事件 那 上一个课程我们讲的是 这个 加入这个 AWT 所有的东西 那这里的话呢 我就把 这个地方 继承这个frame 在上个礼拜有讲到 那这里的话呢 再建立一个new 这个APP好了 假设我 建立自己本身 那当然这个地方我讲过 你如果没有status 你可以把它写在里面 写在里面 那如果你在外面的话呢 就要加一个 static stay静态的 然后呢 另一个button 上面有个叫click me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设定什么呢 设定这个layout 我们上里面讲 这个 利用什么flow layout 就是说呢 它是循序的方式 接下来的话呢 在这个title里面加上一个这个 然后另外的话呢 它的size 200 150 那加入一个这个button 加入一个button 并且呢 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 那可是问题 这个地方没有加上事件 所以你按按钮之后呢 就 没有任何的效果产生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来看一下 如果把这个地方 刚刚的程式执行 执行 那如果你今天click me 没有任何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lessen 没有那个lessen 就是没有倾听者 所以你按了这个事件之后呢 没有人理你 那你怎么办呢 这地方 假如说我今天要做出那个效果 就是 我必须呢 谁来当倾听者 也就是必须有个倾听者 然后触发这个事件 所以我们该怎么做呢 怎么去做注册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就加一个button 点add什么呢 就是说呢 我在这个button 点事件的来源者 后面呢 点 add action lessen 也就是在 必须要在程式里面加入这个 act action lesson 然后呢 倾听者是谁 倾听者就是 friend 因为我要针对friend 去做一些动作 那我必须要 撰写这个程式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 在 程式里面呢 加一个void popular void 它是没有回传值的一个方法 然后在这里的话呢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名称 叫action perform 然后action event e 这个e的话呢 实际上就接收这个讯息 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把这个讯息 传给这个e的物件 在 里面的方法里面呢 做一个什么 frm 就是这个 物件本身 把它set background 把它变成yellow 所以呢 到时候的话呢 我就 可以 假设说我今天呢 有一个lessen 之后的话 这个地方有没有 我就可以做 比如说我今天呢 真是撰写 假设我今天呢 把这个lessen 加入进来之后的话 就这个地方 加入这个action performer 这个是可以自己制定名称的 它有点像是一个方法 然后呢 接收到action event 后面加一个e e e的 这部分实际上有点像是 参数 但是这个又不是要参数 它叫参数物件 参数 以前我们是传一个参数嘛 但是它这个e的话 是一个参数物件 也说可以针对这个地方去 传递物件 那把这个 这个地方有一个 惯用法 你们暂时 如果说 刚开始 可以先把它记下来 这个语法 action event 后面加一个e 去处理什么呢 这个事件的动作 接下来的话呢 我要 接收到这个 因为我是lessen 接收到之后的话 我就 去做一个动作是什么呢 把这个 frm 因为我前面有一个 宣告一个frm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class本身 然后呢 让它set background 让它变成什么呢 颜色为yellow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知心 那刚刚第1个范例呢 是 没有任何动作 那因为现在我已经加入一个lessen了 一个lessen了 所以click 就可以变了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主要处理 差一点的话呢 就在这个地方 在底下这个 这个地方 也就加一个什么呢 public void 这个名称呢 你可以自己取一个 那当然我们要让它可以有动作的话呢 就是必须 差别就是 button add 那你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就按按钮之后呢 它就会执行这个action performed 然后呢 把这个事件呢 去触发 并且更改它的背景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先试试看好了 利用这个范例呢 去了解 什么叫做这个事件的这个 利用这个事件 简单了解一下 这个流程 也就是说几个动作 我第一个的话呢 谁来当请听者 第二个的话呢 怎么注册 怎么注册 那这个地方 再来的话 我们 怎么去撰写程式 主要程式部分在这里 然后最后的话完成工作 完成工作 所以你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这个程式里面 比较有变化的 几个地方 这边有把它mark 起来 第一个 在这里 还要再加一个 加一个 这个后面有个语法 imple implements 后面就是加一个 这个action lesson 这个必须要implements 必须要把它先 这个 初始化 初始化 然后呢 在这地方 这里是一样的 然后再来的话 好 这边有个注册 这个要加这一行 也就是说呢 那我今天在 button 这个后面要加一个 add add action listener 然后把这个 friend加进来 就是我必须在这个地方 傾听者 来源在这里 他是来源 他是傾听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 他才会去触发这个事件 触发这个事件 所以这种 做法上面 其实跟VP不太一样 不过大概 习惯以后 大概也知道 运作原理 基本上差异性不是那么大 几个地方 我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 好 对